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研究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世界 小到原子分子、电子 沙子大概是0.1左右的毫米 但是原子的大小一般都是在一个A左右 所以我们要看的东西是要比沙粒小100万倍 这个要靠肉眼是没希望的 我是觉得大海会浪人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觉得你人人很渺小 所以你会觉得我能不能做一些我自己比较独特的事情 从海边的这个思想 我觉得自己不重要的 所以要想做一点这个让自己高兴的事情 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要研究这些小的过程 包括原子分子 要需要非常精密的设备 甚至有的时候就很大的设备 甚至上百米、上千米的这种设备 所以大连光源的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 我可以用这个光让原子分子带上电 我就可以看到单个的原子分子 然后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化学反应波阵中的一点变化 它跟其他的大分子的相互作用 就是像一台摄影机一样就可以看这个过程 然后这一段是产生自由电激光最核心的 我们要使的一个电子树 它在一个波浪器里面是一个直线的 这里面核心的部分就是磁铁 上下的磁铁 然后中间几个毫米的真空枪体 然后电子树在磁场的作用下 它可以做扭摆的运动 最后能够放大 产生这个激光 所以我们这么大一个楼 其实真正发挥作用的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真空枪体 电子树在里面运动 以前的这个最新进的科学仪器 基本上都是从国外买的 那很多新的想法 人家国外已经实现到商用的仪器里面 那我们只能买别人的仪器拿来做 那肯定是不如别人 因为东西是在那儿造出来的 所以你很难能够在很多领域 真正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面 最前面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条线出来 大概就一两个实验站 现在全部布满了 我们还吸引了很多外面的科学家 来到我们这来做工作 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光源 它这个波段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 是世界独一的 独特 只要是机器开着的 晚上一天24小时干活的 现在是一年修一次的时间 这段时间往往是最安静的时候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设计小了 应该再长个50米就好了 因为基础科学的发展 其实在我们人类发展里面 是最最重要的一块 没有这一块 没有我们现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界 人类发展起来 真的非常有点 我其实人类发问 为什么这些话题 我一直都问候 我认为我们的研究 真的要关系 于化学中的化学生产生 在我的心里 理解的化学生产生 是第一个化学生产生的 育术能力 做技术研究 你要把很多事情 推出到这个限界 它会产生一些新的技术 新的方法 所以现在跟我说 我做的东西没有的人少一点了 信息没传出去 大家不知道常见到有多好多大 真的是这样 我很喜欢大连 我是因为喜欢大连才能做 当初是1982年 82年我大学毕业 考到大连华务所的 后来在这读了硕士之后 国外读了博士 包括做了博士后 2001年我是决定回来的 我是第一个入住的 第一个装修 第一个入住 很厉害吧 就买一个博士 这时候还没有仪器 对 没有仪器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这个也是值得的 大连还是值得的 没觉得亏 不容易 我们不知八人打拼到现在 你看这帮人 他们都自己干了就行了 不太需要我了 我是17年 这边已经基本上建好了 对 我就可以干掉 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我自己认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交叉科学的一个发展 一个是科学 科学跟工程 化学跟物理的结合 理论跟实验的这种结合 也是很重要的 我对理学的各个方向都感兴趣 我是基于这个理念 我觉得南科大这个工作 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科大是一个新型的学校 他们要建一个理学院 其实我觉得在大学里面 发展一个对某一些感兴趣的事情 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要保持这个真正对科学感兴趣的一帮人 他能接受非常高水平的这个理科或者工科的这个教育 我觉得是对国家未来这个发展还是至关重要的 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讲 我们接受的很多教育 很多理论体系 其实绝大部分是西方人做出来 但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如果要真正成为一个科技强国 我觉得对人类知识体系的这个贡献 更重要的是你的智慧 真的能不能达到一个 让世界人民能够羡慕的这个水平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我们做科学的人 应该要有这样的志向 wardawka 排兹 感谢观看